而从工部门到社区协会 今天都有原住民族日相关的纪念庆祝活动 那么接下来镜头是左西乡轮天文件站 配合了怀旧主题课程 每一位长者身穿族服到站 口述布农族从远古时代流传下来的生化故事 也传唱传统歌谣 发丝骨之忧情 大一原住民日 呼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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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部落长者各个身穿族服到站 不仅庆祝并纪念台湾原住民族日 在文件站照佛园规划的怀旧主题课程中 长者们足以口述分享布农族 从远古时代流传下来的神话 以及口传历史 除了布农族矮黑人的历史 也有口传支部妇女与木材神灵 互助到反目的神话故事 大家一口同声 阐述这一代传一代口传记录的生活故事 中文字幕提供 佐西乡轮天文件站在台湾原住民族日的这个特别日子 进行怀旧课程 也让长者们发丝骨之忧情 长者们也遵循以歌声揭露生活点滴的传统 共同齐唱传统歌谣 彼此其勉鼓励 现场气氛温馨感人 平均年龄超过70岁的伦田文件站部落长者 在8月1号原住民族日的今天 川族湖产出布农族口传历史 其唱传统歌谣 复刻远古时代台湾布农族人的生活 记者是玉兰 卓西采访报道